今天是要講兩支蟹人聽聞的Feel-S 我們拿一下 有什麼蟹人聽聞呢? 不是它突然的獎項有問題 而是它的價錢 即是黑色盒這一支Primer 是賣三千元 三千元 兩千尾 然後隔離這支中國龍更離譜 是賣接近四千元 三千元和四千元 你給我上圖仔 我真的可以買到一套OK的前後級 或者買一雙全頻喇叭 什麼時候買兩支Fuse呢? 當然這個是大家自己的考慮 我自己本身用的Fuse就是 我之前講過一支Cable夠幾水 即是價錢方面不可以雙提並論 夠幾水 八六元 然後現在三千四千元 我都懶得計算了 都不知道等於它多少支 我本身用這支就覺得很平衡 沒有什麼鑊氣 沒有什麼事 那就用了 我可以改其他東西 好了 先拿開 然後換了一些Primer 一換 咦? 越聽越好聽 就是我剛剛因為拍片才拿出來 它怎麼為之越聽越好聽呢? 就是它那個 整個音樂都濃郁了 為什麼我知道它濃郁了呢? 就是因為沒有理由的 就是怎麼會聽起來覺得好味了呢? 我就換回我這支 我換回自己的那支 立刻覺得淡了 是的 立刻覺得淡了 所以這支是剛剛拔出來的 本來我是不捨得拔的 雖然是借人的 這支是有驚喜的 然後我插了一些中國龍 中國龍很有趣的 它後面寫著Chinese Drehon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支是新的英文 Chinese Drehon 我補個產品照來看 我插了這個Chinese Drehon 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滑了 Smooth了 但是沒有Primer那一下 那麼大的驚喜 我有試試兩邊的方向 因為它其實一邊又有Logo 拍不到了 不知道Marco拍不到了 一邊有Logo 一邊就沒有Logo 那麼通常就是 有Logo那邊是頭 是不是? 通常就是這樣 那麼我穩陣起見 兩邊都試了 那麼我覺得 是滑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真的驚喜了 或者那樣東西是耐聽了呢? 我又不覺得 非常之這麼大的分別 但是 這支Brimer來講呢 我真的 插完之後 真的坐在那裡 聽久了的那些歌 它是都有分 分方向 它分方向很有趣的 它那個盒子已經做了給你 它頭那邊 就是有磁石的 那盒子裡面有磁石在給你 定住 有磁石那邊就是頭 沒有那邊呢 就洩不到的 洩不到的 然後給點電 就是這樣 所以呢 雖然 我這支是不捨得拔出來 想繼續聽 但是 我這些 手頭緊的人 又要養兒子的人 三千元去買一顆 Fuse 好像有點過分 除非 接下來 那個 叫做新年的金多寶 有我的份 如果不是 都 很難捨得去出手 但是 如果你真是 你是富二代來的 幾百萬 未開頭的 或者你中了金多寶的 不妨 在你那個 很大很大的 音響budget裡面 放一兩條 Brimer的Fuse 進去試試 至於中國龍 我不敢說它不好 大佬它賣成四千元 那 你有機會的 就試一試 可能在你的系統上有驚喜 在我的系統上 我就會 就是兩支貴的東西來講 我就會選Brimer